我在泉州发现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寺庙 到达这里必须要在退潮后开启一段雨谷桥 它叫洛家寺 但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 海天佛国 掌潮时寺庙四周结识一望无际的大海 它笼罩着一层神秘又令人向往的面纱 在这片碧海之上 我听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每当潮起时 波涛巨浪都有如寇败观音 走过黄墙红瓦 看繁复而精美的浮雕 听繁音听海声 在这我祈祷着所有的烦恼 都能随风消失在大海的尽头